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精子进入卵子的一瞬间 似乎有一个灵魂跟随其进入 刹那间点亮了整个受精卵 从此一个细胞神一样的发展成一个有自己灵魂的生命 一切都在按部旧般的生长着 灵书经脉篇有云 人始生先成精 精成耳后脑随生 脉为营 也就是说在胚胎发育的早期 首先有了大脑和脊髓 随之立即出现了心脏和血脉 心脏和血管和母体相连 不断吸收营养 并形成自己的血液 营养大脑 营养大脑并支持全身各大器官的发育成长 骨为干 骨为干 筋为肝 肉为强 皮肤尖耳毛发长 骨如一味 脉道一通 血气乃行 也就是说从一个胚胎 完全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人 我们的每个器官和组织 甚至于每个细胞的生长发育 新陈代谢 从一开始 都有神的参与 与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医认为 阴阳的结合 就是神 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就产生了人体的神 中医认为 人体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合 均为阴阳元气之数的分支 他们之间通过元气 元神 互相联系 互相合作 互惠互利 互相制约 共同维护机体的阴阳平衡 新陈代谢 健康生活 虽然中医也认识到脑的重要性 因其深藏于内 由五脏精气来乳养 又协调支配 人体的一切生理的和精神的活动 调控人体的生长发育 自我修复 新陈代谢等等 但因为其结构和功能的不可改变的特性 故称其为天 为纯阳之福 我们知道 古圣贤们总是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讨论 用取类笔相的方式 直接明了地说明道理 故而以其所支配器官的功能 代表和特性 来分担代表其神的功能 所以说 当中医在说到某个脏腑器官的时候 并不是简单地说该器官 该脏腑 而是代表了脑神与其联系的所有部分 因为它们都不是古里存在的 而是由脑神通过神经联系在一起的 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相似的比喻 就是君命千寿 所以说 我们的五脏六腑 就有了相应的官职和神圣的使命 于是乎我们就有了 心藏神 肺藏破 脾藏意 肝藏魂 肾藏志 等等 五脏与五神相关系的理论 中医的五脏六腑 把我们的眼耳口鼻舌 把我们的皮毛 脊肉 筋骨 等等都联系在一起 比如 心开跳与蛇 齐滑在面 表现为喜 煮血脉 而肝开跳于木 齐滑在早 煮金 表现为怒 等等 于是乎就有了 内经十二观论 先者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言 废者相传之官 智杰出言 甘者将军之官 牧虑出言 谈者中正之官 绝断出言 谈中者斗士之官 喜悦出言 脾胃者苍脸之官 五味出言 大肠者传者传导之官 变化出言 小肠者受胜之官 画物出言 肾者坐墙之官 船桥出言 三胶者绝度之官 水道出言 膀胀者周度之官 今夜藏烟 气化则能出矣 凡此十二观者 不得相诗也 故主明则下安 依此养生则受 末世不待 一为天下则大昌 主不明则十二观 威矣 使道闭塞而不通 行乃大商 依此养生则殃 一为天下者 其宗大威 戒子戒子 至道在威 变化无穷 熟知其缘 君护哉 消者泽泽 熟知其要 敏敏之当 熟者为良 恍惚之术 生于毫离 毫离之术 其欲度良 千之万之 可以一大 推之大之 其行乃至 下面的这段话告诉我们 人体的疾病虽然千奇百怪 千变万化 但究其原因 或者是我们的神出了问题 主不明 我们的脑神 或心 不能够明辨似非 不能够浅淡虚无 不能饮食有节 自觉自律 一往为常 或者是我们的 使道闭塞 经脉气血不通 这些问题 是预防疾病发生的关键 要慎之又慎 狮子毫离 叉子千离 优优独播剧场——